新闻一开始有个中央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上好日子 接下来就看两面的政府要怎么好好的处理 会不会一个不小心然后火就点起来的呢 就是大陆的渔船被我海巡的船舰撞翻了 导致有两个人死亡 而事情发展到现在到底我们的官方有没有说谎 或是有没有隐匿一些事情 在当时大陆的渔船上面有四个人 那么两个人因为翻船不幸死亡 另外两个人幸存者已经回去了 回去之后他们才敢放心的大胆的跟外界讲 他们当时所看到的情况 之所以他们的船会翻 就是因为被台湾的海巡舰给撞过来 那一撞了之后他们的船就翻了 所以他们想问外界的是 如果好好的话请问渔船它会自己怎么翻呢 就算是急转弯的话也不可能翻 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的海巡在事发当时 做了哪些事情 现在透过了金门地检室 我们才知道原来当时整个过程当中 都是没有画面的 等于是他们在搜证过程里面 是没有用机器去搜录的 所以现在只能说是各说各话的情况 而当时一开始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的官方说法是 是因为大陆的渔船 因为吓到了 发现好像我们的船要登舰了 所以他们很害怕 所以才高速的离开 离开的过程当中 因为速度太快了 所以才翻 但后来又改口了 是有发生了碰撞 也就是因为这碰撞 导致了他们的帆船 所以事情真相是如何呢 来看到 这次在海委会的主委 管闭林告诉大家 是有媒体报道 在金门海域事件 海巡署只说是蛇形翻覆 隐匿碰撞的事情 他说他在这边要帮海巡署来做一个说明 说从头到尾 官方都没有再说谎 因为他第一时间也跟大家讲 说有第三人责任险 这就已经是揭露了有碰撞的事实 所谓的第三人责任险 什么意思呢 他说不管是在海上 或是在路上 条件状况都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有发生碰撞 才有所谓的第三人责任险 他说当时是因为有立委朋友 来问他这件事情 所以他才有讲说 有第三人责任险 是媒体朋友没有去问他 所以媒体才会误会他 那只能说台湾人 基本上可能听不懂 没有听清楚 没有智慧 听清楚他讲的第三人责任险 其实就是包含碰撞的意思 所以他告诉大家 我就已经讲了这句话了 所以我并没有隐匿 他告诉你 他说海巡署在海上要去登检 那当然船你必须要靠近 靠近之后再贴近 所以才可能会登 所以在过程当中 在这样浪不稳的情况之下 多少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碰撞事件 那他告诉你 当时是因为他们船只 大陆的船只在蛇行 所以在蛇行过程当中 他们才会去发生碰撞 好 问题来了 一般来讲 如果你要跑的话 而且就在海上 你应该是直线加速 速度比较快 那怎么会蛇行呢 蛇行反倒是会让你的速度减慢 而且很容易就会发生擦撞事情 所以郭正亮怎么讲 会出现蛇行代表的代表 就是有追逐 所以的确 你从海巡署的新闻稿当中 他们用了紧追这两个字 只是没有影像 是不是为了要隐匿 可能有设犯业务过失致死 因为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画面没有能够清楚的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能用口述的方式 好 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明明现在科技都很进步了 你看连警察都有密露器 那海巡署难道没有密露器吗 媒体人黄昂明告诉大家 其实早在2019年立法院 当时就已经提案了 说要发密露器给基层的人员 而提案当天呢 当时的海委会的主委 李仲威还说呢 未来执法的时候呢 海巡都会配发密露器 这件事情证实了 他们居然是没有配发 而在之前呢 海巡署也发布了 他们新版的制服 在新版的制服当中呢 还特别著名哦 在上亿的部分 有六个收纳的口袋 还有密露器的擦槽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当时 密露器你应该是要放在身边的 但这一回怎么会没有呢 好 目前官方的解释是啊 说当天 在海巡署当一样 船上是有六个人 其中四个人登检 一个人要驾船 一个人要进行搜证 但是就是因为 第一事发突然 第二个当时的浪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没能够 及时拿出机器来搜证 所以导致这起 目前事件是没有画面的 好 那接下来 后续的处理该怎么办呢 大家也在看 民进党的部分是如何 今天民进党开中常会 党主席赖清德 点了三个 第一个就是要妥善的处理 第二个呢 他是支持海巡坚定执法 第三个 未来要避免 类似的情况发生 行政院长 陈建仁呢 告诉大家 在事发过后呢 相关的单位 第一时间都有掌握 有跟大家完整的说明 绝对是没有隐瞒的 那副院长 郑文散告诉大家 在海巡 登检执法呢 绝对是恪守相关的 SOP 并没有执法 过当等疑虑 好 包含了民进党 包含了目前的 民进党政府 说法呢 都是处于他们 比较正向的 意思就是说呢 都完全没有隐瞒 登陆都是有 SOP 那就大陆方面 能够接受吗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未来会怎么办呢 在惊吓海域的部分 好 贤立委 蔡政委员 这么的猜测 跟市警 他说如果大陆 海警 在金门海域 以后哦 如果是用武力驱逐 我们的船舰 海巡船舰的话 台湾那时候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 有对应的措施啊 现在陆方只是 还不出手而已 就是要来看 你准总统赖清德 到底该怎么表现 他的意思就是说了 现在呢 大陆呢 还不使出用武力驱逐 是因为不想管 蔡政府了 就是来看 你520之后 你赖清德 要来怎么处理 他们目前 蔡政委说 大陆有三招 就来看第三招 会不会用在 赖清德的手上 那蔡政委还讲了 以后啦 不管是什么 陆委会啦 海巡署啦 根本就没有用 好 那国军呢 国军会不会加入 这件事情呢 好 目前国防部长了 已经要求外岛的防卫部 还有海军呢 先行要来运你 可能会发生的冲突 要平常纳入演练 做好冲突支援跟准备 目前国军的态度就是 不直接介入 不升高冲突为原则 好 让事情发展至今 到底还有哪一些疑点 需要对外说清楚 大家也都很关心 大陆游船翻覆两死案 海巡署二十一号举办 投期法会 主计的海巡署副署长 许敬之碾箱之一后 随即快步离场 但形式上的法会 不能给生还者一个交代 自己船怎么可能翻掉 要几张万一转步翻不掉 要撞回才会翻掉了 冲一下 我们顶翻掉了 两名生还的渔民 现身说法 更指控就是遭到 海巡署船只冲撞翻覆 但看看海巡署的新闻稿 第一时间根本没提碰撞 而是声称执法过程中 陆传不慎翻覆 哀轰根本必重就轻 而海委会主委管毕林护航 海巡署没有隐匿动机 还说过去就讲过 该案受第三人责任险的保障 就代表有碰撞 但既然有碰撞 为何过去不敢明讲 如果这两位生文者 回去开了国际计则会 讲的说法跟你完全不一致 请问一下我们将如何自主 国际会怎么样去看台湾呢 二十一号海巡署才改口证实 有发生碰撞 其实秘露器交出来 就是一番两瞪眼的事情 但管毕林推给检掉 大有问题 是没有全传的监控录影设备 事发突然状况之下 海巡署告诉我说 他们没有办法搜查 需要由检察官来验证 他的实情如何 二零二零年海巡署新制服装备更新 才强调方便配置秘露器 二零九年立法院也提案 要求配发密露器给基层 海巡署声称没有全传监视系统 执行只能用手持摄影 只是推托之词 我根本不相信说没有录 就是因为里头有些画面见不得人 如果画面一曝光的话 恐怕会把情势整个逆转 拿不出画面是真的没录到 还是怕画面曝光站不住脚 海巡基层人员确实辛苦 但这SOP也得再检讨 记者彭仪德 赛平旺台北上网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变成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